今天介绍一下我们7月份去的一次露营 地点在Russian Weaver 准确的讲应该叫Glamping 是Glamorous和Camping的合成 就是字面意思豪华露营 不需要自己搭帐篷 也不需要自己带烧烤架 只要带上正常的行李和煮饭的食材就好 大概在三番北上两个小时的位置 帐篷可以在4点以后check in 我们大概2点出发 天气有一点阴 大概还剩15分钟快到了的时候 就已经是绿阴满满了 到了之后发现他们家 还有特斯拉的充电桩和EV充电桩 中间是可以check in的clubhouse 可以烤火 有卫生间洗浴间 还可以买碳 我们溜达到晚饭时间后 先去clubhouse买了一包碳 一包9美元 还提供打火机和住火燃料 当然也可以自己从家带炭和木头 或者去旁边save free买也可以 我们用的就是店里的木头 用小推车把我们的小行李慢慢运到帐篷之后 让我们来一起参观一下帐篷里都有什么吧 黄固一圈 帐篷的面积还是很大的 提供的装备也很齐全 有烤肉的铲和架 还有露营的灯 洗漱用的毛巾 放食物的保温箱 冰要自己带 桌上有小电风扇 暖水壶和小纸杯 这边有两瓶水 一包火柴 还温馨的提供了两副耳塞 外面是烤火架 还有两个座椅和一把遮阳伞 好了 我们准备开始生活准备晚饭了 羊肉串是我提前在wee网上买的 他们家这个羊肉串还不错 肥瘦相间 也省了自己串肉的时间 我还买了一包安格斯牛肉 感觉一般 可以避雷 还是我们在日本超市买的牛肉好吃 我们还买了一盘和牛牛排 还可以烤金针菇 烤玉米 这里提供的铲子侧面 还可以当做刀来用来切牛排 最后还可以来点饭后甜点 烤菠萝和烤棉花糖 棉花糖可以在订住宿的时候 顺便提前预定棉花糖礼包 但就是数量比较少 吃饱喝足之后 我们在附近的园内逛了逛 其实这里除了帐篷之外 另外一种最主要的住宿方式 就是这个叫做autocam的东西 像是一节废弃的老旧车厢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里面有独立的卫生间 还有人在这里弹琴奏乐 天渐渐黑了之后 我们开始坐在火炉旁边烤火看书 天如果太黑的话 可以坐到clubhouse里面看书 这里很多家庭带小孩来 也提供了一些简单的丢沙包游戏工具 店里的安静时间是从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 10点多以后天也黑了 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 如果租的是autocam 车里会佩戴洗手间和洗浴室 像我们住帐篷的就要来clubhouse的公共浴室来 虽然是公共的 但其实人也不多 环境也特别好 洗发露 护发素 木医院 这里都会提供 一共有两个马桶 两个洗浴间 我觉得数量是够够的 洗漱完毕之后准备上床睡觉 虽然是7月份了 但第一晚还是挺凉的 在房里穿着睡衣 感觉动脸用动手 还好帐篷里配有电热毯 提前开好电热毯 被窝里还是暖暖的 店里配的耳塞还是起了大作用 我们隔壁邻居带了一条狗狗 夜里突然大叫 还好我们有耳塞成功入睡 睡醒之后 这里是带早餐的 简简单单的牛角包 咖啡 热水 冰箱里还有牛奶 虽说这里配有特斯拉的充电桩 但我发现好多人都是开电车来的 根本排不上 后来跟前台小姐姐说 如果有了位子可以发信息 我们终于排到了位置 白天的话附近有一条河 可以去开yak或者划小木舟 园内还有鞦韆座椅 可以坐着休息或者拍拍照 我们呢跟店里借了自行车 去附近骑车看了看风景 店里还配有头盔 出门左转是一条相间小路 往返大概30分钟 路上时不时会有车辆 还是要小心 或者出去大陆骑车5分钟 就有一个小的购物点 有Safeway可以买吃喝和炭 我们的棉花糖礼包也是在这个Safeway买的 里面有棉花糖 黑巧克力和饼干 第二天的午饭可以在Safeway的这个Plaza里面吃 我们提前带着两包自热小火锅 虽然味道一般 但勉强能冲击 好了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拜拜